為了看到心愛的偶像 高雄蓬萊舞台前 已經有歌迷搭帳篷卡位 不少人因為冒低溫 大半夜趕來累的裹毛毯 坐在板凳直接睡 為晚上跨年演唱會做準備 才兩天喔 對 為什麼要這麼早來 就想要在前面 近一點看偶像 這一組歌迷最瘋狂 提早兩天到現場 暖暖包大衣外套圍巾不能少 無聊的時候就滑手機 行動電源也是必備 行動電源有沒有 有 帶了六顆來 昨天晚上幾點過來 九點 今天早上四點多來的 朋友借一本書 要不然就是等一下睡一下 觀光局統計 跨年夜當晚全台住房率 第一名就在高雄 有91.87% 就是因為有跨年演唱會 跟五月添加持 高雄的跨年活動 然後還有我們 回位已久的演唱會 再加上我們現在 其實是一個國旅大爆發 我們的住房率是已經來到了全買 就晚上住這邊 三個月以前就訂了 想訂到跨年夜飯店 沒三個月前打電話訂不到 高雄跨年還有個看點 就在西子灣 2021最後一道夕陽 傍晚5點26分登場 明年第一道曙光 則是清晨6點10分 在台東三仙台 但就怕天氣陰陰的 想追元旦曙光 可能得碰運氣才看得到 記者宋沛誠 高雄報導 稍珏 你 期待 你 libr